今天的目的呢,是要測試擦了防曬以後 在皮膚上 如果你去登山 或是做其他運動 流了滿身汗的話 多久需要補防曬一次 我們找了幾位不同膚色的朋友 來幫我們苦力的做這次的測試 在上山前先擦了一次防曬 然後過了一兩小時大家都流汗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大家防曬 保留在臉上的信息 真的有差嗎? 有嗎?會比較白嗎? 沒有,他本來就很黑 所以沒關係 我還看不出來 你現在是有差的狀態嗎? 沒有 還沒有嗎? 真的會有兩條嗎? 有嗎? 你感覺好像在當兵喔 好嗎? 經過一個多小時在陽光下的運動 該是進行第一次的紫外線畫面解釋了 不過在我們繼續上去之前 必須先來一點知識補充 美國FDA建議的防曬塗膜標準 是2毫克每平方公分 大約是全臉需要一個10元硬幣的大小 才是足量 但是你知道 如果流汗以後 防曬產品的厚度剩下一半 防護力會剩下多少呢? 直觀來看大概就是… 一半吧 但是 世界可沒那麼簡單 根據Cosmaceuticals 藥妝品學這本書提到 SPF和塗抹劑量呈現一種非線系的關係 也就是原本使用足量的SPF50的防曬 如果因為流汗或是日常活動 厚度剩下一半 相當於不是SPF25 而是只剩下SPF7.1的防護效果而已 而且 如果你一開始就沒有塗抹足量 那恐怕只會更悲劇而已 理論我們先暫時講到這裡吧 讓我們回答實驗 2個小時吧 9點半還好 9點半 現在12點多 3個小時 可能要掉黃吧 好 好像有回來一點 很厚了吧 超厚的 你現在可以唱金句了 你知道嗎 這關是我爬山的好牌子 超好喜 可是又不太會掉黃的 你這樣講起來 你這樣業配耶 很明顯的 在過了兩個多小時以後 原本臉部在紫外線畫面裡 呈現的黑亮顏色 厚度和均勻度都已經吞去許多 如果還看不清楚 這個畫面左邊的A君 完全沒有補擦防曬 右邊的Y君 則是剛補上了防曬 比較起來 嗯 就相當明顯了 但其實除了登山爆漢組 我們也另外安排了都會休閒組 好奇如果身為學生或商盤組 日常通勤也不太會流汗 狀況又會是怎麼樣呢 今天要幹嘛 你知道我們應該是要跟著你的生活才對阿 就是一個正常的大學生 你應該是正常的大學生吧 靠XXX 你平常有在擦防曬嗎 沒有 完全沒有嗎 完全沒有 好 好 那我們要前進了嗎 那 我告訴大家你今天的計畫好不好 我們今天的計畫是 要看看什麼 普通大學生 在不流汗狀況下 防曬如 哈哈 MG 好吧 還是由我來說明 T君擦了HPF50的防曬以後 早上將會讀兩小時的書 下午要前往政大上課 然後參與一堂期中考考試 沒錯 就是位標準的大學生 這是讀書兩個小時以後的防曬情形 看起來應該還不需要立即補擦 但我們快轉到期中考以後 已經是下午五點了 距離早上擦防曬的時間 已經過了七個小時 看起來似乎仍有殘留 但是補擦之後 再重新比較一次就可以發現 其實在這七小時之內 還是掉了不少 防曬產品塗抹後 會因為很多因素而漸漸流失 例如環境中的濕度 流汗或是游泳 或不經意的擦拭等等 剛剛的實驗過後也證實了這件事情 尤其是流汗導致流失就更明顯了 還記得那張非線性的關係圖嗎 厚度只要掉了一半 防曬效果可是會崩盤大跌的 為了讓防曬不只是擦心安的 我們會建議如果你是進行 在戶外會流汗的活動 盡量一兩個小時就要補擦一次 防護力才會完整 而如果待在室內居多 而且大多進行靜態的活動 也許半天再補擦一次就很足夠了 例如說中午出門買飯的時候 或下班的時候 如果是比較辛苦的上班族朋友們 離開辦公室都已經晚上了 那也就不用再補擦囉 以上是防曬實驗室的第二集 下一集我們會實測大家都想知道的 化妝品究竟有沒有防曬裡這個主題 怕錯過的話就趕快訂閱吧 我們是Made Partner 有一群醫師、藥師、營養師、化妝品配方式 組成的專業團隊 如果想看更多保養保健、瘦身的知識教學 疑似破解 還有偶爾打臉不上廠商的影片 歡迎留言按讚分享 也別忘了按下訂閱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追蹤最新的影片喔 這一個會被剪進去是吧 真的假的